我本來以後長大就要當企業家 然後消除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八歲的小男孩要參加大陸大學連考 沒聽錯 只不過要考的科系內容是什麼 他完全搞不清楚 看起來是特別厚也特別難 而且 看這裡面都是 都這種東西都不知道什麼 大應該是什麼意思 這名小男孩其實很有名 在三歲的時候 爸爸為了訓練他 讓他在零下十三度的天氣裡 只穿一條內褲奔跑 羅跑弟一夕之間受到關注 爸爸你抱抱 爸爸你怎麼去抱抱我 我急點趴 趴一下 趴下去 而爸爸嚴厲的教育方式 沒有停止過 羅跑弟四歲開帆船 五歲開飛機 六歲徒步衡越新疆無人區 這回英爸拉著兒子一塊報考大學 再度引發議論 自學考試他不是有年齡限制 而且他的學科範圍非常的廣泛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 這個八歲的孩子比別人多了好多技能 但考大學他連書本裡寫些什麼都看不懂 這考試能給孩子帶來什麼 應該只有英爸自己最清楚 記者綜合報導 indi心情願是可以